第三節的向左網 其實我有一個問題想問長毛 因為長毛很熟悉社會民主意識形態 我想問其他國家的社會民主意識形態的政黨 它的組織是怎樣的 其實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 很大機會跟江維民道發生關係 我們現在社會民主連線當然不像外國政黨那樣 是跟很多工會發生關係 跟工黨那樣是用工會來控制政黨 這是很清楚的 黨是由工會票來投的 這是很特殊 因為英國的職工會運動是早過工人政黨的運動 在德國或者北歐 各個國家不同 有些是先有黨 因為它實際的情況 因為禁制政黨和禁制工會 都是同一件事來的 很多核酸制的國家 如果在黨那裏才取得了突破 都是黨的發展率先的工會運動 現在大部份社會民主主義政黨 其實一定要跟勞工運動裏面的分子 你要吸入他們 現在香港由於工會運動的規模比較小 又不是很政治化 當然那個政治化不是又沒有的 好像共產黨就是親北京 公盟本身就是因為 親北京的工會運動沒有效沒有用 在8964之後才成立的新的工會組織 但是它的發展都是所謂的施強人意 即是發展得很好 香港勞工運動這麼低迷的時候 你要搞一個中間偏左的政黨 當然是比較困難的 第二個就是香港的社會運動 可以這樣說 除了吸入一部份吸入 即是在這個70年代、80年代 開始慢慢吸入到現在的政黨 即是民協、民主黨 這一群之外 公民黨、中民黨 和社民黨差不多是 即是在21世紀才開始 你看到就是 除了那些人之外 其他社運界又不需要加入政黨 他覺得政黨是沒有用的 或者他極之不相信政黨 所以問題其實有一個剪刀差 經常在講政治理論的人 就不搞政黨 他亦都不會做政治活動 他散落在民間社會 或者那些零星的抗爭 或者NG那裏 這就是問題 如果那些人又想改變這個社會 或者覺得社會政策 是跟社會的制度 或者政治制度有關的時候 他又不做 做政黨的人又做不到他們 所以說在香港政黨很快 已經變成競選機器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當然政黨如果有選舉的時候 不參加選舉很傻 但是政黨尤其是一個 還沒有全面民主的地區 或者國家裏面 沉迷於選舉一定是死得的 就算是有全面民主 沉迷於選舉都會死得 因為你很快已經變成建制的一部份 所以這個就是跟你的黨綱 和理論是有關係的 如果社會民主連線 充其量他都會在資本主義制度裏面去做 因為他沒有說到要有個社會革命 將社會制度改變 大部份的人都進來的時候 其實他就是說 如果現在這個資本主義制度底下 怎樣通過財富的再分配 和國家代表社會控制 那些主要的資源 或者是公共事業 或者是那些大企業 來做一個社會改革 香港這件事已經很激 所以其實我不停地這樣看 等於我被人問 你穿著芝加拉的衣服 為何不去革命 其實問這些問題 其實是問錯了 如果有人去革命 我不去革命 你都可以這樣問我 如果沒有人要革命 那你問我為何不去革命 譬如有人已經出現革命 或者出現了這些狀況 我去依靠他 說他這樣做不對 那你當然可以指責我 我現在搞不了革命 你可以說有部份是我的錯 但香港人不需要革命 我都沒有辦法 至於好像王岳言說 你是馬克思主席 為何參加議會 他更加是皮上之談都談不到 即你拼他都浪費 誰說馬克思主席 不參加議會選舉 你浪費 這是馬克思主席 跟無政府主席的分別 無政府主席 就不用參加議會 無政府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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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議會選舉 竟然間講兩講 已經變了真理 便浪費 即是現在香港政治 在公民社會裏面 的理論水平和政治水平 是非常低的 可以這樣說 犯犯之論就很多 譬如陶傑是這樣說 其實完全是 有個好像廣告言問我 你穿馬克思主席的衣服 為何你不去打牛棋 照顧華拉本身 都不一定叫人去打牛棋 他有很多盟友 他無打牛棋 例如阿倫蒂 他治理一個在七十年代 選舉上台左翼的總統 他都無去打牛棋 他都是選舉上台 不過他改革 當他實行這個改革的時候 會觸動到大財團和美國 利益的時候被人政變 推下台 赤古華拉不會罵他 當然赤古華拉死了 赤古華拉在六七年死 阿倫蒂是七三年才被人殺 七三年才當選 七二還是七三不記得 難道赤古華拉在下面罵阿倫蒂 當然不會 所以其實是 你看到那些社政論的人 你不認識就被他 嚇死就被他笑死 是嗎 你 每天亂說 根本是 是說不明白 所以說回社會民主連線 到社會民主黨的發展 其實已經很漫長的 你要香港人同意 有一個普選的政府 而這個普選的政府 由社會民主黨上台 是做一系的改革 已經是非常之難 但其實你的黨一直都是自稱為一個反對黨 如果真的有普選的時候 你們會怎樣轉變整個黨的路 其實 現在是一個趨勢 其實整件事是一分鐘說完 不過大家看看 一個沒有普選的國家或地區 未爭取到普選之前 當然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目標 就是要建立一個普選的制度 因為只有 如果你讓普選和不普選來說 能夠保障到更為 保障到基層利益 或者令到基層有更大的自由去抗爭 有一個普選的制度 當然是大家要爭取的 其實在這個過程裏 如果只是一單獨孤日美說普選 就不行 所以你會在社會政策綱領上 去爭取某些事情 即使你在現在不能夠全盤做得到 或者局部做得到 或者一點一滴做得到 你都要爭取 因為這個才能夠將 你對政治沒有興趣沒有認識的人 捲入政治事務上 讓我明白到普選的好處 這個是交互作用一個不停作用的東西 你說什麼時候做什麼 其實是看時勢 看那些人的意識 看整個社會 沒有一個方程式 所以其實在這裏 講得上來的話 你說不用普選做到社會民主主義 就是笨蛋 但你倒過來說 一些社會民主主義的你都不講 就可以登入普選就是笨蛋 所以其實是一個不停的互相衝擊的過程 即是說社會制度的改革 社會制度的改革 社會制度的改革和政治制度的改革 是互相推動的東西 就是這樣 好 我們下一節再講 其實一個政黨發展是需要的問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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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